那里面的话呢就分别怎么样呢 再把什么呢做一些更新 因为我上面的话有 在这里面的话 上面这个 在update 这个地方有一个 不是这个 这个关掉一下 在marge 这个是level 2 这个level 3 level 2的话我们要做什么讯息 level 2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要显示什么 开启时间 然后level 3的话是现在时刻 那我要怎么样产生 其实就是两个部分啦 你要怎么做 时钟 电子时钟的话就level 3那个程式嘛 就等一下加上什么 现在的时间闹 但是现在的时间呢 现在的时间你怎么样去做一个 时间的 更改 其实也非常简单啦 反正他就一秒钟tick一次嘛 一秒钟tick一次 tick一次他会不会就抓 server端的 时间 再来秀啊 所以你会发现 放一个时钟非常的简单 就应该是一行就可以了 这样就一个时钟 好你会发现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下一次要做一个时钟的话 一行就解决了 那底下的部分呢才是停留的时间 那底下那几行其实跟 刚刚那个范例是一模一样的嘛 基本上都一样 加1 然后mini 秒数加1嘛 对不对 然后mini部分的话呢 也是放在viewstate里面 然后大于50秒就归零 再加1分钟 有没有 然后再把时间放过去 所以后面这些程式呢 是开启时间 时钟 一行而已 所以时钟非常简单 那run 起来的结果呢 就会是各位看到的 类似像这样 有没有 开启时间 是这个吗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个是 Marty的这个范例 就是如果共用 两个一个是开启时间 一个是现在时刻 我把画面的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咱们 给大家看